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勇敢者这咯 我们是勇敢者 那当然 还是先去洗个热水澡 你们俩还真有精神 小偷爸爸 我第一次发现洗澡这么舒服 一洗干净感觉自己就不是野人了 这好脏 看来也该给他洗个澡了 大手气小手 走了 好多的泡泡了 大头儿子 我是泡泡国王 大头儿子你别捣乱 现在不是玩游戏的时候 爸爸真小气 肥皂泡都不给我玩 这孩子 要开始洗车了吗 我把我的车子也一起洗洗吧 看起来这个压力水枪还能用 大头儿子 别爱吃 会砸到我的车的 幸亏没砸到玻璃 小偷爸爸 没事吧 大头儿子别捣乱了 我想安静就洗洗车 我不搞乱 我想来帮忙好不好 不用 马上就好 不错 我们的车变得好干净 小偷爸爸真马虎 没我帮忙真不行 小偷爸爸说 沙纸能擦掉任何脏东西 真干净 就像新车一样 省了我20块钱的洗车费了 一堆好朋友快乐 大头儿子躲在这儿 不 小偷爸爸 快看 天哪 小偷爸爸怎么了 我再帮你把车子擦得更干净 干净 这是 大头儿子 咱家的车都被你给挂成稻子了 我用彩笔把它给补上 补不上了 这需要去骑车修理厂做专业的补机 这一块需要好几百呢 都怪我 没有车漆的地方就像掉了一颗牙齿似的 真难看 有了 有了 小偷爸爸 我把那个难看的地方补上了 补上了 真的 真的 你快看 小偷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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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这样了 我帮助小偷爸爸解决难题了 不管怎么样也要感谢大头儿子帮我洗车 以后再去修吧 都用我的零花钱了 不客气 能帮助爸爸干活我很开心 送祝福药珍愁 小偷爸爸 快看 快看 画得很好嘛 马上就要过六一儿冬节了 这是我给棉花糖准备的礼物 不错 不错 大头儿子 那你有没有送给别的小朋友礼物 我没准备那么多 有了 这孩子去我的书房干什么 小偷爸爸 这是什么 小偷爸爸 小偷爸爸 我用复义机把画复印了好多份 这样就可以送给全班同学了 每个人都送同样的花 这样的礼物多不真诚 不真诚吗 当然了 既然是好朋友 那一定要送最真诚的祝福 那才对 那该送什么 让爸爸聪明的脑袋官想一想 让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 小偷爸爸 怎么做才算真诚 只要让你的好朋友感到 这是专门为他画的就可 专门为他画的 比如说毛茸茸 你觉得画什么给茸茸 他头上带着花 他最喜欢花 我知道了 别忘了把花画上去 这个礼物送给毛茸茸 他一定会喜欢的 没错 送给小苹果的要画什么 小苹果 我觉得他特别懂事 就像一个优雅的小公主 对 再加上一支魔法棒就更像了 小苹果一定喜欢这个礼物的 这是我专门给他画的 我很有诚意 是 连我看了都很喜欢 小偷爸爸 我忽然想到小苹不喜欢画 我该送他什么呢 那小苹都喜欢什么呢 小苹喜欢飞机 各种各样的飞机 这难不倒聪明脑瓜的小偷爸爸 我现在就叫你叠纸飞机 好 我要叠各种各样的飞机送给小苹 这么多的飞机 小苹看了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看来小苹要建一个大一点的飞机库了 小偷爸爸 还有一个问题 烫园最喜欢吃东西了 可是花也不能吃 这样 这也难不倒聪明的小偷爸爸 可以的 你来看 大头儿子 你的画如果色彩再丰富一些就可以做包装纸 小意思 涂颜色我最擅长了 可以了 接下来看我的 我来看我的 汤圆 汤圆应该对这个感兴趣 太棒了 等到六一儿童节那天 大家收到这样的礼物一定会很高兴很高兴的 对 你说的是真正的祝福 大头儿子 小偷爸爸 快来帮帮我 围巨妈妈回来了 这么多东西 圣诞老人提前来了 就知道你会忘 明天可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为了庆祝这个日子 我买了好多的菜 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 我差点忘了 我祝福围巨妈妈今天日快乐 这本书特别好看 送给你作人礼物好吗 这本书我好像早就看过了 是吗 这个 小偷爸爸送的礼物一点也不真诚 因为没有提前准 看我的 围巨妈妈结婚纪念日快乐 祝围巨妈妈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年轻 谢谢 还是我的大头儿子送的祝福最真诚 大头儿子真棒 这么快就学以致用了 对 我有聪明的大脑袋光